早晨,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一,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沽 今次有独立股评人唐牛,和谭海云陪你一起开市 好,唐牛,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个星期,焦点都是看着议息,以及今次恒指18点是否真的能收到 是的,有个攻防战,好,今个星期除了美国的联储局会公布议息结果之外 日本央行、英论银行和瑞士央行都会先后议息 以及内地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都会公布LPR的调整结果 大家也会留意着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现在先看看外围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是向下的,标指和纳指跌幅都超过1% 美股上星期五是四期结算日,即是指数和个别股份的期货和期权结算日 加上美国汽车工会罢工,以及消费者信心差过市场预期 美股波动,科技股跌幅较大,导致轻微低开后持续向下,最多跌334点 收市跌288点,收报34618点,标指跌54点,报4450点收市 纳指跌217点,收报13708点,跌幅1.6%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下跌0.6%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主要受到奢侈品股持续做好的带动 法国股市上升1% 看看焦点美股,福记股普遍向下,Amazon和Meta都跌超过3% NVIDIA都要跌3% 半身股刚刚先升后跌,收市跌4% 收报60.75美元 看看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比上日收市低,美团和阿里巴巴比半个星期五收市低1% 阿里折合85.2,美团折合122.86 汇控比半缸收市高1% 折合61.48 看看亚太区方面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组段升卦1% 现在升364点 最新报33,533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13点 识明普通股指数都要向下 最新跌41点,报7,441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升11点 报11,359点 那和同流谈谈的外围情况 我相信这个星期的焦点 都会在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市场预期今次利率会维持不变 估计加息的记率 其实现在只得到1% 去到年底就多看两次了 仍然是估计息率维持不变 属于多数的 不过看到了 最新公布 譬如上星期公布了上个月的CPI数据 和PPI数据 其实都是市场预期 还有油价都在高期的情况 好,你估计年底前 现在至到年底前 息口走势 你会预期维持不变 还是有机会加多一口呢 我想看回现在市场的数据 大概都是估计 扰着这些位置 就没有特别加 不过 刚才Wendy你也说了 油价有高企 最新可能你说PPI数据 好像有少少通胀预期升温 我想真的要多看一头半个月 看看油价 会不会又将高企 那样东西传到物价身上 又或者近期你说CPI、PPI 是否真的又会有回升的速度呢 如果你真的反过来再抽上去 我想你要再加多一口 其实也不出奇 鲍威尔也说了 一定是看月通胀来做 所以大家都有个心理预期先 因为说真的 现在大家的想法都是 即是今次就应该 假设应该是加完 或者加完之后 其实不会这么快减的 大家也预认了是扰着那个位置 只不过就是说 如果它再突然间炒回 我再加多一页 那变成了市场 是否有机会会再调心一点呢 当然你说上个星期五 可能四期结算 就未必关于通胀问题的 但是我想这件事 大家都先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你看到近期美股 是真的弱了的 即是那些顶部就破不了 可能那些强势股 又可能个别有些消息 就够了在这里 所以有个这样的预期 就预计了今次 即我经常都说了 这一段时间美股 就没得睡醒赢钱系列了 通常都是静了在这里 或者都是上上落落的 我想大家在等着 就是可能你说的通胀数据 或者是息口那样东西 是的 也要观察着数据 而且油价都很重要 到现在这个时刻 所以要留意着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先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恒生指数 上个星期五就是做好的 高开106点之后一度倒跌 之后内地公布三头马车数据当中 工业增加值和零售数据 都比市场预期好 带动指数回升 最多曾经升342点 收市升幅收到134点 收报18,182点 挖指升34点 报6,309点 科指升18点 报40,77点 富士罗数期下指数收市后换马 大市全日成交增加到1,180亿 北水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陆德淨流入 金额是11.9亿 中移动有3.6亿 北水淨流入 信达生物有2.4亿 建设银行有1.8亿 一起看淨流出方面 中海油有3.3亿 北水淨流出 中石油有3.2亿 好 看看港股走势之前 谈谈内地三头马车数据 上周五上午公布 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 就是上升4.5% 市场预期是增加3.9% 即是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比市场预期更好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就是上升4.6% 市场预期是3% 即是升幅比市场预期更大 比7月份也加快了2.1% 但固定资产投资就差过预期 只是上升3.2% 市场预期是上升3.3% 即是三个数据当中有两个好的市场预期 一个就是差过市场预期 外电解读 显示近期出台一系列 稳增长政策的组合权发挥效应 经济恢复的曙光重新亮点 也有助改善市场预期 在数据公布前 内地就减了存款准备金率 市场预期 救市措施仍然会继续出台 先讲讲内地经济 看到这一组数字 同流你能不能够判断 内地经济已经是初步见底 推远一点就是问 对本港和内地股市 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启示 初步见底是看你怎样演绎的 至少数据比预期为好 我觉得可以的 就是看你中文字的自己再斟酌 你说是否可以令市场做底 其实上周五 我经常都说 数据都不是特别重要 最重要是市场的反应是怎样的 你看到周五的市场是挺好反应的 尤其是10点之后 它肯夹的 夹完回来再夹 也挺有点力 你知道港股的 通常某些位置又炸回来 某些位置又炸回来 上周五的羊竹终于长一些 其实也不是很长 但起码都是比起前几日为高的 而且也能守到18.5的水平 经常都说的 究竟今次的指数可以夹到多高 或者有没有机会穿底 都是看人民币 暂时人民币离岸 看到是7.27的 似乎出了数据之后 那个低位叫守到7.3 没有特别见过 我想就看看未来 好像刚才Rendy说的 一会儿出了APR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息汇 或者今个星期有什么特别的数据 看看如何影响到人民币走势 从而令到港股的走势 以及一开波都说了 今个星期的处局议息 究竟处局议息之后 它的气氛是怎样的 如何影响美汇指数的走势 其实也很直接影响到人民币走势 我想大家都是看着这几宗消息 去看看人民币的走势 从而如何令到港股走出的方向 是的 刚才也说到 今个星期中段 会公布看款市场利率LPR 看看会不会有调整 以及在美国的议息 后市你会估计在什么区间上落 会不会都会继续咬着18000点 以及十天二十天线的水平上上落落 都是在这些位置 暂时都走不到什么特别方向 最近你看到18000点 已经磨了好几天 甚至上星期五 都曾经上市 但当然抽回上来 暂时心理关口是18000点 下面的就看回今年低位 27500点 但你上面 都不会预期弹得多高 上一次弹到50天线是下来的 现在50天线大概 18700的位置 其实都是那些位置 所以都是一千几百点 炒着上落 如果大家喜欢炒指数的话 是的 好 你觉得方向也未会出现 很难 我觉得 因为你要有方向 你向上也好 向下也好 你都要有一个 即一些新的东西 去令到它走出的方向 暂时好像看不到 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去到某些位置 上个星期经常说 你快点跌 炸穿它 然后炸穿它 才能有个反弹 它炸不穿 因为好像 那些坏消息 道力又不够 令到它滚下去 你说好消息吗 又不是很见到 你说经济数据OK 但是 是否可以有一个持续性的出现 或者 那样东西成交真的很弱 所以变得 你又没有成交的话 其实也很难走出这个方向 我想 真的要等一些新的消息 才可以令到 港股 叫做走出 暂时这些 一千几百点的阶段 是的 我会判断做 现在也叫做门局 不如说回一些 零类投资 是 六债 今天开始接受应救 我想大家都很留意的了 所以很简单 跟大家说少少基本资讯 保证息率就是4.75厘 都叫做相对较高 高过现在一年期的订存 发行额到150亿至200亿 每搜1万元的 半年就派息一次 为期三年 三年之后就能够取回本金 今天起就接受应救 到下星期四 下午2点就截止 10月11日就挂牌 这是基本资料 目前一年期的订存 刚才说到 就是4.45厘左右 不过的情况就是 我觉得很尴尬 譬如如果你存订存 之前你要拿到一个 4.5厘左右的水平 其实你也要一个 大额的存款 就是可能去到 100万左右 但是如果六债 抽的话 它最多以上次的 比率去计算 就可能最多给到 五手里最多 五万元左右 是的 是的 都很尴尬 但是我想大家 追求稳定息率 都会抽 好 你建议用什么认救策略 应该下注买多少呢 我想我也会抽 你说是 预算中得少 因为你二百亿左右 我当你五十万人抽 其实可能都是四手 如果你说少些人抽 因为有些朋友说 我不抽了 上次六债输钱 那你不要抽了 留下给我们 那可能有五手 如果你说四十万人 因为都不会中得很多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六债 最适合是哪些朋友呢 就是那些经常都说 一百万那些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拿不到那么高息的 有没有一些便宜一点的 入场门栏的定存可以做到 六债就是最低的门栏 一万元都可以有交易 那你预算他中四五万 那你四五手 那这些就最适合大家了 那当然了 你说对于一向都是 吃大茶饭的那些朋友 喂不是 我做了定期都 几千万的 那几万元干什么呢 当然了 如果你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就是无谓跟你说 但是当然也还有一个策略 就是说因为通常的银行 或者证券行 就是银行为主 都会有一些叫做 向寓的一些优惠 就是说你抽不到六债的话 不要紧 那你的资金 放在我们银行做定期 那就可以给你一个高的息 所以你会见到很多时候 你说i-bond和六债 你明知都是中四五手 硬是有人抽一八手的 是 重点就是因为它的目标 都不是在i-bond或者六债 是在等银行之后 给它一个优惠 所以我觉得这个 绝对有这个商机 就是如果大家 想着银行有些新的 一些定存优惠 那我想你可以照做这个 就是做些大额 银行之后 有个科佬的一个优惠 这个意思 是的 还有看回之前那几次 那些债券发行 其实是不是 如果买了的 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拿到到期 就不要想着短炒 或者即日沽出 我自己一定是拿到到期 我现在手里上 有很多i-bond和六债 全部都拿到 因为我也是想着吃饰 但是 今次的六债 就有少少 像之前那类i-bond 因为始终 它今次的保底息高 就是四七五 所以变得 也有朋友计过 就是可能今次 这只六债上市 有机会 可能你说做到 101 102的水平 我假设 你真的中到五手 就这样算 你可能有几百元 1000元 就是我想都有少少肉 就是我想总有朋友 就是想短炒 这个人就释除专辩了 你喜欢短炒的 可能收拾一千多百 喝茶 我觉得都没什么所谓 我自己就一定是 长渣到备 你做得这些 又去炒 不如炒其他东西 我觉得你玩得这些债券 还有它有四七五 它不是低的 所以我觉得 我会选择就足够三年 是的 好 多问一个小小小小 譬如 现在预期都是抽得不多 而且始终都会鎖定 资金都会 一两个礼拜 你会建议大家 是说 进取少少 可能落十至二十万 那就博他 可能有机会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少了人买 可能会抽多些 还是说既然都分得三四手给你了 那不如你估准一点 不如只认够四手或者五手就算了 那你那个策略应该怎么做 我想我就会选择后者 我想我十万就太多 就是二十万一定太多了 就是人来说真的 你只中了那几手 你二十万的话 那其实你有十几万 你说想拿银行优惠 又好像不够多 是 所以你PaySafe的 就是六手 七手 我想都尽了 就是我想给它多一点不化 因为都预计 就是你猜得到 是大概这样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情况 而且你会看到 很多的证券行 银行开始销售 就是很多不同 不知十几免的那些 就是我想都会 十几免 就是免什么 什么免费 就是这样免费的了 我相信这样也会吸引到 一班人 就是原本没有想过抽 然后跑去抽 所以变得 我相信都是 就是那个 那个热烈程度都挺高 所以我想都是 预计它四五手 如果你害怕的 可能你就抽多一两手 有个不化在那裡 就知道 你会不会的 那么多人 风筹的